通常疫情相關,大家都會想是HKGVMORE 但大家會單索是否受得到,吃不吃到這麼多單 但你怎樣看?這股股是否已經反映了? 大家之前炒了已經有散了? 是的,已經反映了 之前這些炒作,大家不要再想起,可能是剛剛疫情 我想大家經常想著,剛剛疫情2020年,炒得很瘋,十多萬元 但你會發現,其實是否能承受到呢? 其實不是說能承受到的,數目是OK的 但問題是好像想像中這麼爆炸性增長 所以你反過來看,其實之前有超過6個 現在回歸現實,我給了兩年時間,你發現數目不是這麼爆炸性增長 所以你每一次炒的,都是說,不停炒一棍,然後大股下去 這樣的情況,不是說有一個副造結構性的改變 還有,公司自己都說了,他自己都真的送不接 即是受過疫情,但他自己都做不到那個效果的時候 所以你不能夠反映在業績上,其實都是很容易說到 如果你有個概念,炒不了,所以137大家不要再… 就是炒不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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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不了 炒不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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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不了 但是你說,想他的業績如何去爆炸性增長就不要緊 炒不了,炒不了,炒不了,炒不了 炒不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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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